第402的下方给各位参考 OK 至于资料库那一段请各位自己再去 另外我这边有箭头 哪个每个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请各位 不过这个箭头这样也画得有点乱 最后我发现 只是说给各位知道 它其实跟Excel有什么差别 Excel是用滑鼠键盘去设定 那这边是用程式去设 差别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Excel能用画图表 这边也可以画图表 那只是说我要画多个图表 在一张图里面的话 那怎么做 底下还有那个图里放的位置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那个长条图 假设我今天需要 把两张放在一起的话 那如果在那个拍摄里面的话 该怎么run OK 那首先第一个 你需要先把长条图先画出来 第二个的话 再把圆柄图画出来 最后呢 把两张放在一起 答案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可能需要进行流程 就是你先会画第一个图 这个第一个图我想应该跟前面我们画过那个长条图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我大概把它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张 其实它主要就是说 一样我们是用这个MatchPrizeLab把他里面需要给他两个给他几个资料 第一个一定是要他的这个所谓的Label 这个Label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应该是我先把它秀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把它放旁边好了 这样一起观照会比较容易理解 那首先的话呢 这个Label实际上就指的是下方这些资料 所以将来呢 如果你要画一个折线图或长条图的话 那不外乎你就是要先产生什么 产生X跟Y的资料 那X其实所以Label的名称上面就是其实就是X 那Size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Y OK 所以其实或者将来因为只是名称不一样 那当然变数名称我觉得也对于你这样的理解会有点差别 所以慢慢要习惯 或者说如果你看不懂 像我的习惯干脆我把它取名字 取成我习惯的 比如说我就干脆把Label改成X 把什么Size改成Y个位 可以啊 OK 那这样或者说什么X底线Label 或Y底线那个Size 这样也OK 反正将来变数的取名 你自己就要有一套习惯的取法 不过将来如果你是Teenwork 当然你也不能说太个人 你可能还是要有个Teenwork的命名方式 反正你写的大家也可以看得懂 其他人写的你也可以看得懂 这样可能会比较OK 再来的话就是它的Colors Colors实际上就是要丢给每一个 应该是什么 这个地方Colors这边有用到吗 看一下底下我们画组 底下的部分的话 这个好像没用到Color 另外的话这个Ticks Ticks就是这个底下到底要跑几个 这个好像现在这边也基本上是用得到吗 1到Label Label总共有4个 4个加1 所以1到4 1到4 所以这个Ticks应该理论上 这边 其实是有点多词一句 这边的话理论上如果我把这个Ticks关掉 我记得好像直接就把什么 把这个也关掉 Ticks这两行其实我跟刚刚那一题一样 你就直接把什么 把这个Label放在哪里呢 放在Bar里面我印象中就OK了 把这个放在Ticks 有没有 我印象中这样就可以Bar 然后把什么呢 把那个月份跟Size 跟Color 甚至这个好像也不用 其实就是一行 两行 三行 四行 我看一下 应该就OK了吧 对OK了 所以其实 主要就是X轴的资料 Y轴的资料给他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放到这个 Plt的Bar 然后让他画出来 主要给他几个讯息就好了 包含就是说什么 他的X 他的Y 然后他的颜色 颜色是蓝色 如果说这个宽度有没有太宽 还记得吧 顶多是说你这个后面可以再加一个Dot点 Dot点什么 Dot点那个Wheath 有没有 然后Wheath等于什么 等于看多少 不要0.5好了 让他窄一点 有没有 这个我们前面有做过 然后把他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呢 看到的就是什么 0.5的宽度了 OK 你可以看要宽要窄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 OK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就把这个Bar图给画出来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画那个派图 所以第二个 第二个派图的话 基本上 我把它秀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也跟前面讲过的差不多 那里面有几个地方可能要注意的 包含就是什么 一样Label Label就是这里面的 应该是他占的比例 比如说哪个月份 这个有点像月份的占比 然后呢 size的话呢 这个总total加起来一定要是100%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6月是占20 7月是占30% 然后 这个 10月份是40% September的话 11月的话呢 就是占10% 加起来应该是100% 所以你这个 总total你要是100% 如果不是100%的话 那他就是按照比例去换算 就把它换算成100% 所以占的total 然后帮我把它画出来 另外有一个就是说 你最后这个地方 October的部分 是不是要拉出来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往外拉的话 这边有个什么 那个 这个 这个 炸开的这地方 export的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输出 也就是说他这个 距离可以往外推 0.1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 这个物件 PLT的这个物件 最后呢 怎么样呢 跟他讲说 我要把这个东西 画出来 那一样给它size 所以特别注意 里面的话 给几个 参数 这个 size放进来 然后 export 放进来 就是他这个地方有一个炸开 然后呢 label放进来 把这个label放过来 好 那color也把它 颜色的这个画也把它放过来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给 显示出来 最后好像还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就是 它的那个 这个格式部分 比如说现 显示出来的话 它是百分之多少 有没有 格式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ok 那 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把这两个图 所以基本上我是把 这个分成四点 401 403-1 403-2 最后的话 把两个怎么画在一起呢 最后其实 如果你要把两个画在一起 待会再看好了 请各位先把这两张 有点像复习前面讲的 待会 如果我有两张 甚至有多张 甚至是四张 八张 全部都要拼凑在一起的话 只要再增加一个什么 sub 就是指图的设定就可以了 只是说那个指图的设定 有点像是列 你要怎么排列 然后把它画一个什么 画一个表格吧 然后把那个表格 有点像那个透明的表格 然后你就把这个图 就直接放在那个表格位置上 它就帮你把它画出来了 现在蛮流行像什么 Excel里面有内键 有那个内键外挂就是Power BI 你如果OBIS 365里面 其实就有 你可以再把 Power BI 其实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画视觉画报表 其实就是类似像我们 现在做的动作 那差别只是说 一样 那个是用滑鼠键盘去点 那这边的话 就是你要把参数带进去 那要懂得怎么样把 资料怎么样去传 那不过那个 Excel他就是变成说你要用 像资料库里面也是用滑鼠去点 跟他讲说你资料库在哪边 那我们这边差别是说 我要用程式去指向 其实所以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那个一定要有个人在那边操作 那程式的话就不一定要有人 反正你程式写好 谁去Run不也一样 或者甚至可以AutoRun 自己时间到 自己Run Run完之后呢 自己寄给某一个人收到 也就是不需要有人 时间到就做这件事情 排成一下就比较好了 OK 所以基本上 当然以效益上来看 我是觉得如果是老板 我觉得要省人力 因为现在最贵的其实就是人 有没有你看一个公司 那个营业成本 算起来人的薪资所占的比重 越来越高 OK 所以 要怎么样少请人 就是要让他自动化 所以 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工程 一个会写的 工程可能可以抵上 这个数个 几个 看功力 如果功力强的 对 他几乎所有都把它写成自动化 最好未来还可以加上 什么 深度学习 让他可以自动改变 有没有 报表还可以自动去修正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 跑这个报表最好 OK 那像如果有这样的工程师的话 等于是一个人可以抵 十个百一个都有可能 有没有 因为他每天就把 该做的这个报表的自动 Auto Run程式写完 然后把所有的排成都做好 然后把需要收到的人 都把它做一个Group 比如A Group收到这些报表 B Group的人收到这个报表 C 有没有他就把那些Group 然后呢 时间到就自动从网路去捞 所有的Data到Data Base 反正都都乱 哪怕是半夜好了 因为像国外全 这个Global的 人家是半夜 我们现在是白天 人家是晚上 对啊 你总不可能叫一个人用Power BI 然后你半夜去捞人家之列 人家上线On Live了 你半夜你总不可能说 你来这边 就是在电脑前抄 不可能吧 那所以像这种东西 我觉得还是需要用这个程式来解决 可能会是比较恰当的 而且未来像劳资纠纷应该会越来越多 我看再来华航啊长龙 再来我看可能台铁员工可能蠢蠢欲动 我看他们人力都非常不够 对不对 然后不晓得感觉很多地方都可以再改进 只是说现在已经很好 因为他毕竟票价很便宜 最近是很多纠纷就是打架的 有没有 比如说叫你补票 我不补怎样 对 不会怎样啊 对不对 然后就很多这种 好像那一天还有一个 见义勇为的正义哥 那个人不补票 旁边的人看不下去 只有两个打起来了 OK 所以最近好像又有说 那个这个台铁工会是说 要不要就是列车长 要随身要给他那个防狼喷疫啊 就是不然的话说真的 如果遇到那种真的完全不想补票的 那怎么办 你跟他起纠纷 之前不是就一个警察被捅死 然后现在总会有 有齐约真正的观点